Tanager-E甲烷探测卫星、规格和能力 Tanager-E卫星于2024年8月16日发射 标志着高光谱成像技术的重大进步 Tanager-E由行星实验室与探测会联盟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合作开发 旨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检测和监测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 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 在100年的时间里 其全球变暖潜力大约是二氧化碳的25倍 尽管甲烷排放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 但甲烷排放往往未得到充分监测和监管 传统的甲烷泄漏检测方法往往耗时耗力 难以有效识别和应对超级排放者 Tanager-E是第一颗专门用于甲烷探测的高光谱卫星 Tanager-E配备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喷气推进实验室开发的成像光谱仪 可以高精度的检测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 该卫星的先进技术 使其能够以以前无法达到的力度水平识别排放源 这种能力对于查明和减轻炼油厂 垃圾填埋厂和其他工业场所等单个设施的甲烷泄漏至关重要 Tanager-E配备了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喷气推进实验室开发的尖端高光谱成像传感器 该传感器能够同时对400至2500纳米之间的所有波长进行成像 这使得Tanager-E能够捕获具有420个光谱通道的丰富数据立方体 从而能够检测从气体排放到地面化学物质 再导植物物种的各种表面特征 Tanager-E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光谱分辨率 该卫星以30米的分辨率提供400多个光谱带的高光谱数据 这种高光谱分辨率允许对环境和工业目标进行详细分析 使其成为缓解气候变化和其他应用的宝贵工具 探测会联盟是一个由慈善机构资助的倡议 在Tanager-E的开发和部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该联盟的任务是开发和部署能够探测和跟踪甲烷 和二氧化碳超级排放者的卫星 通过提供可操作的数据 Tanager一直在支持直接地缓解行动 并帮助污染行业发现和堵塞泄漏 预计该联盟的努力将为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 做出重大贡献 Tanager-E的数据将用于缓解气候变化以外的各种应用 该卫星的高光谱数据可用于国防和情报监测 生物多样性评估 矿产测绘和水质评估 通过将这些数据商业化 Tanager-E有可能推动创新并支持广泛的行业 Tanager-E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通过提供准确及时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该卫星将使政策制定者 行业和环保组织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全球努力限制全球变暖 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 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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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汝 下心 下心